各位亲爱的姐妹,今天的事情根据是 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买国欢音,八章三十四节 在圣城耶路撒冷,当然现在很多人去朝圣 这些朝圣团去到的时候,其中一个活动就是拜虎牢 也有很多朝圣团很喜欢在拜虎牢的时候租一些十字架 来拍照,有些感受,一个大一点的十字架 差不多半个人五高 那谁租给他们呢?当然就是住在那些伊斯兰教徒 所以很搞笑的,他们不相信耶稣 不过他们做生意,做一些十字架 给基督徒去那里背着十字架拜虎牢 还搞笑的是,这些十字架 背着十字架拜虎牢,就不能进去圣慕大殿 去到第九处的地方,就要等下 因为太多朝圣团就不可以了 那些伊斯兰的那些老板,那怎样呢? 那些十字架,就是朝圣团去到第九处等下 很多的嘛,两个朝圣团,三个朝圣团 这些十字架是大的嘛 于是每天,他就由第九处 背回去虎牢的起尺那里 第二处,因为第一处就是一间伊斯兰的小学 不可以进去的,由第二处开始 即是现在在方祭会的圣经学院那里 所以每天他们就是这样 伊斯兰教徒背起十字架 而且很多,每天都背着十字架 不过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们是不信的 他们只是做生意而已 所以就不是跟随主了 耶稣教导我们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弃绝自己 故自然是跟随耶稣要有的条件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跟随祂 不只是背着十字架 不只是弃绝自己 要跟随祂 因为生命的圆满 不是在于 要拿很多 要聚念 要收集 要收藏 越多越好 什么都是自己 不是这样 而是要付出 为他人 要献上 基督徒不能有 灵性的自闭症 又或者我们这样说 基督徒是一个如何的人? 就是为他人而活的人 因为耶稣 我们的师父就是这样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迷国呼音 八章三十四节 没想到 怎样 每五十字架 在这里 土十八 protections 之法 这sto 是不是 这甘 确 什么